撒旦的影响力对地球人究竟有多深 看看这集你就明白了 由于邪恶龙珠的缘故地球马上就要爆炸 作为对千一星球无比熟练的贝基塔 立刻建议将所有地球人送到资福尔星 但新的难题又出现 如果直接和人们说地球要爆炸 他们绝对会以为是天方夜谭 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撒旦 撒旦的全球演讲会立刻开始 经过他的描述坚信不疑的人们果然立刻陷入恐慌 然后他立刻宣布大家不必担心 我就是主撒旦早已为你们想好的对策 那就是全部移动到那个星球上去 话刚说完人们立刻互相交流 接着都纷纷认为听撒旦的准备错 撒旦的名字赵尔玉龙地响彻整个广场 人们开始纷纷搬着行李准备背景一项 接着转移视像紧急地开始进行 特兰克斯组织一大批人集合 然后让他们全部手拉着手 让界王神施展瞬移先带走一批 而地球之大总有不配合的人 悟天这里就遇到了一群小混混 而就在他为难之时突然小混混全部被撂倒 原来是人狠话不多的背极塔 这操作只把悟天看得大惊失色 在转移之时悟空遇到了不少老朋友 有生活在北极的人造人八号 还有生活在卡林塔下的乌巴部落 然后是皮拉夫三人 界王神切移的有欧布村落里的人 还有卡林塔上的亚齐洛贝 很快基本上人们都成功转移到了资富二星 此时地球上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 不放心的悟空用气息一搜查 没想到还有一个酒鬼 两个漂泊在船上的夫妇 还有一个修行者在打坐 他立刻继续顺语 在酒鬼要被砸死之时瞬间将他带走 然后再将夫妇带走 最后在危急时刻也成功把修行者带走 回到飞船他才放心下来 此时一个农村夫妇正在数自家的大鹅 最后尝出一口气一直没少 可突然惊呼自家儿子不见了 原来他的儿子迷路了 山崩地裂间他直接就掉进了万丈深渊 不过突然一个影子将他拉住 正是还没走的比克 此时悟空也赶来 准备将他和比克一同带走 但好巧不巧正好没了力量 这可完了没法使用瞬间一动 但比克此时很淡定 意味深长地拉住悟空的手 接着给他传送力量 回到飞船的悟空再次长舒一口气 还想和比克一同庆祝 却瞬间僵在了原地 比克原来并没有走 他从地球对物贩传音 和物贩做最后的告别 原来他为了让老神仙做的邪恶龙珠完全消失 所以决定牺牲自己